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到了 猜猜我谈的是什么 卡农 你怎么知道的 你知道我最喜欢卡农吗 那你肯定会谈一个 我最喜欢的最喜欢 还是王老师最了解我 欢迎回来不温不火 So fun so hot 那今天呢 带着大家和王老师 我们一起去品尝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店 叫做Nelson的Seagull 那我们走吧 走吧 你觉得这家装潢如何 我觉得挺好 我挺喜欢这种乡村的风格 有点old school的感觉 感觉是不是很符合Shanel Tune那个年代 我认识Shanel Tune 我不认识Shanel Tune 这个暴露年纪了 来 我其实蛮喜欢她这种格局 就是前面是一个咖啡店 有没有 我看见后面有一个 他们现场就开始制作面包的烘焙房 对 美中不足好像就稍微黑了一点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很多的 detail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特色 这样的话呢 能显示出他们做的东西都是非常fresh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marketing的strategy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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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一盘菜,看不开心? 超多东西在这里 神马都有 各种酱 这个呢 就是吃货中的行家 这个呢 应该是酸甜酱 酸甜酱 就是一些香料 苹果和干果组合在一起的酱料 这绿布垃圾是 这个绿布垃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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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重东西 对,Avocando 大家很出名的 那还有一些蔬菜呢 就是比如说 Cucumber 那个西红柿 对不对 还有我最喜欢的 核桃仁 核桃仁 还有Squish cheese 对啊,还有这个 Beef 你自己DIY 对,它是一个freestyle freestyle 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对不对 非常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 好,那来 来 你要怎么搭配 我呢要加一点起司 不要跟我说我该减肥了 嗯,你自己吃吃鸡鸣了 哈哈哈 胖是一种美德 是不是 那你让我们这种瘦子怎么办 嗯 其实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 永远不会显得你胖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好像人家问了你 你要爱情还是要面包 你要胖子还是瘦子 对啊,你要爱情还是要面包 亿万观众可在看着你的回答呢 王老师你要小心回答 我要爱情 我要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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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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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